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新加坡 海事工程业的重磅新闻 海亭集团Catrium与G-Evanova的合资财团 成功拿下了为德国Tenet提供 Bellwing 5岸外电网连接的超级大合同 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订单 这是一个高达2.2级瓦的海上高压直流 HVDC电网连接项目 很多人可能会问 这个在遥远欧洲的德国能源项目 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这份合同标志着新加坡的海事工程巨头 成功在欧洲这个要求最严格 技术最前沿的市场 完成了从传统油气业务到 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华丽转型 它不仅为海亭集团带来了重要的营收和履历 更将新加坡定位为全球绿色 能源供应链中的关键参与者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是海亭集团 和G-E财团拿下了这个标志性合同 这背后究竟藏着新加坡 哪些核心技术和战略布局 新加坡在这场能源变革中 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德国的能源转型 为什么需要新加坡力量?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海亭集团拿下这份大合同 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巩固其 在新能源领域的全球地位 这是其业务转型的重大里程碑 过去海亭集团主要聚焦于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而现在它正在向可持续解决方案大步迈进 这个Bellwing5项目是一个高技术 高附加值的离岸换流平台建造工程 海亭集团需要负责设计 建造运输和安装这个复杂的岸外换流平台 这个高压直流HVDC平台 是连接海上风电厂和陆地电网的心脏 技术难度极高 首次赢得Tenet在德国的二级瓦项目 是海亭集团技术和工程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的最高级别认证 这份合同证明了新加坡海市工程业的 高精尖能力不仅能建造传统的石油钻井平台 更能掌握未来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 成功地将自身锚定在了全球能源转型的新赛道上 这是新加坡科技硬实力 在欧洲市场的一次完美展示 新加坡通过这份合同 实现了对核心欧洲能源市场的深度战略渗透 德国是欧洲能源转型的核心国家 拥有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 为Tenet这样的欧洲主要电网运营商提供服务 意味着海亭集团直接参与到了德国 加速大规模海上风能并网的国家战略中 这种参与完全符合新加坡在可持续发展 和绿色科技方面希望对接的全球趋势 更重要的是这次合作采用了全球合作模式 海亭与美国挂牌公司GEVinova建立合资财团 GEVinova提供先进的HVDC技术 而海亭提供强大的工程建造能力 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在与其灵活的国际合作策略 它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善于利用国际伙伴关系 将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与自身的强大执行力相结合 从而赢得了复杂的大型国际项目 这种高效的全球整合能力 正是德国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关键外部力量 这份德国大合同的意义 也深刻体现在对新加坡本土经济的积极影响上 按外换流平台这种高价值基础设施的建造工作 将为新加坡带来对设计 工程项目管理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 这完全符合新加坡财政预算案中 保障优质工作的核心目标 即为新加坡人创造高技能 高附加值的优质就业机会 虽然项目在德国 但平台的设计采购 以及部分建造工作很可能 在新加坡或其全球基地进行 这将有力地带动本地供应链 和专业服务业的发展 此外尽管合同金额未披露 但市场对海亭集团股价的乐观反应 反映了资本市场对这类具有战略意义 且盈利前景明确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 充满信心 这份合同是新加坡经济转型战略的实物体现 它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 更通过高技能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 巩固了新加坡在未来可持续 发展经济中的国际地位 海亭集团取得德国大型离岸风电合同 是新加坡海事工程业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绝不仅仅是一笔订单 而是新加坡科技与工程能力 获得欧洲最高标准认可的象征 通过这次合作 新加坡实现了三大目标 成功转型为绿色能源基础设施供应商 深度参与欧洲核心能源市场 以及为本土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面对全球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巨大需求 这份合同将为海亭未来争取更多大型 绿色能源项目奠定重要的履历和竞争优势 未来类似这样的项目 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示范 新加坡正在用这种实打实的工程能力 和国际合作策略 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绿色基础设施供应链中的 关键参与者 那么你怎么看 你觉得新加坡未来能承接 更多国际能源合作项目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